从过去两个月的学信、学运运动到6月4号的天安门血腥镇压 以及这6月4号以后到现在的种种迹象 中共的确是摆布了各种的阴谋 稍后我们就会为您做详细的分析 但伴随着邓小平的出演 中共今天也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整肃跟逮捕行动 箭头是指向知识分子 继血洗之后 大家所预料的恐怖整肃行动终于今天从北平展开 中国大陆势必将进入一个政治黑暗期 搭配的中共兵衣警察是在今天凌晨摸黑闯进了北大的校园 把校园内所张贴的揭发北平大屠杀真相的照片 传单跟海报全部都死掉 很明显的是想借此湮灭共军血腥镇压天安门的所有证据 另外一批的警察则冲进了学生宿舍 斜过他们关紧门窗熄灭灯火 以抓小偷为名进行盘查和搜索 随后并且带走了十几名身份不详的学生 这是自从四月中旬学院爆发以来 中共警察第一次公然的扫荡校园 而这似乎也意味着大规模的整肃行动已经秘密展开了 事实上在这场逮捕行动之前 北平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不寻常的紧张气氛 目击者指出从昨天深夜开始 就有大批的军车和武装部队在各个主要道路穿梭巡逻 而许多原本没有射钢的路口也纷纷调派军队驻守警戒 而根据更新的消息 不仅北平地区正在进行恐怖的整肃行动 大陆许多城市今天也都传出了学生和民众遭到逮捕的消息 在贵阳有24个人 兰州19个人 另外根据一名目击者指出 大批的中共武装警察 也在今天闯进了成都地区的大学校园 各种迹象都显示 一场大规模整肃所谓反革命分子 也就是指向知识分子的行动 已经大规模地展开 不过索性的是根据来自香港的消息 北大的学生们早已获知 中共这项可能要展开的秘密逮捕行动 因此原来有一万四千人的北大校园 在昨天晚上只剩下了两千人不到 而区域各大学校也出现了空校的行动 很多学生们都纷纷离开北平 躲到乡间或其他地点 至于这次领导学运的几位领袖人物的下落 则是众说纷纭 各家新闻媒体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像王呆的生死就是一个谜 美国CNN今天指出 他是在6月4号当天天安门广场上 就被中共的军队又刺刀刺死 但是根据国内新闻媒体得到消息 则说他还活着 此外曾经跟侯德剑等人参与爵士的吕小波 美国CNN则报道说 他已经在这个星期二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 至于乌尔开西的下落那更是一个谜 不过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 是他在6月4号写起行动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目前则在抹出秘密的地点养病 今天各国记者在北平地区的采访 已经更加的困难 包括CNN有线电视网 澳洲电视台 美国ABC电视网的记者 今天都曾经中途 被中共公安人员拘留了三个钟头 但是没有没收他们的底片 这是严重的警告 不过美国电视网的表现则是越挫越勇 美国NBC公司的主播 目前已经在前往北平的途中 而ABC新闻一月线的主持人 也将在这个星期六抵达北平 他们都将从中国大陆的内部 设法做最真实的报道 另外在中国大陆最大城市上海方面 中共的控制紧缩也越来越加强 即前天火车焚烧事件之后 社会的秩序似乎已经平静了下来 但是往日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复可见 外桥外商纷纷撤出 旅馆面临关闭 不过在一些管制比较松懈的角落 仍然可以听到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呐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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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